大家好 我是香港跳遠運動員小丸子 余啞欣 小丸子 余啞欣 其實叫小丸子這個名字跟跳遠沒有關係 不過是因為小學的時候 小丸子是齊陰 菇頭 當時高中那段時間 其實我又玩短跑 又跨欄 又跳遠 但是當時三項都沒有進步 但是當時在最後臨DSE之前的Sports Day 突然間就有一個很大的PVV 在跳遠那裏 那時是跳到593 同當時的青年紀錄6米正就只差了7CA 好 那不如試試轉工主項還是跳遠吧 由兼職運動員轉做全職運動員的時候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當時就剛剛拿了一塊阿錦的銅牌 而且也是因為 邊兼職讀書在一邊兼職訓練 其實都頗辛苦 因為在練習方面都多了時間休息 所以那個成績也是繼續有提升 18年落選了亞運之後 就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 當時就決心 一定要做出一些改變 那麼最容易實行到 還有最快會見到有效果的 其實就是減肥 當時的成績就由本身是跳6米05 搶了CM破紀錄 就變成跳到619 那就破了13CM 疫情期間就無奈地都是沒有了一些比賽 真是很幸運他們是最後 最後又能撿回來 就說得像是在亞運出了成績 我想亞運獲獎的感受是很深刻的 自己都很感動 都證明到給大家看 是香港的教練和運動員 都可以在田徑的舞台上做到一個好的成績 教練對我來說 其實都等於是第二個媽媽來的 除了你說真的在訓練的程式上 他都會很關心我們的生活上 會不會有什麼壓力 今次要他訓練 我們互相拍片 再遷就教練有空的時間 我們會即時傳給他 他又即時給我們一些反應 我相信現在可能最大的目標 都是希望可以二、四年的時候 可以到達標去奧運 今次也很開心 和很榮幸可以成為到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的其中一員 因為我想這份獎金對於運動員來說 其實的幫助都真的很大 因為可能平時出去的其他賽事 都未必會有獎金 可以鼓勵到我們 但是今次有這一筆獎金 就可以幫到我們很多 可能可以有多些錢 去添置一些器材 或者我們可能出去比賽的時候 有什麼需要都不需要那麼守緊 可能需要塗一些藥膏 就不需要就著就著去買 我想年輕的運動員來說 最重要是 大家現在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不要趁著現在年輕 就以為自己吃也不胖 是會胖的 至於我自己 在2024年都有一個目標 我們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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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月